为什么联电这波喷出的走势 会比台积电还要来的强劲 这个冠青今天要帮我们继续 针对了在摩尔定律当中 来跟大家做说明 到底什么是摩尔定律 什么是反摩尔定律 那为什么联电这波的气势 比台积电强呢 我想说真的 应该在两三年前 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在股市现场跟大家讲到 联电那时候要这个股东会了 他国文会纪念品发了一个杯子 这个卡通人物的一个杯子 我认为说 以十块多的一个股价 你换个杯子拿来好好放着 应该说不定有很大发展 没想到现在转眼之间 今天我没有记错的话 礼拜五的最高点是59.9元 会不会到60块 我想应该花点时间可能就会到了 我想这可能是发生什么样的问题 事实上整个摩尔定律 跟所谓的反摩尔定律 投资朋友可以参考 我们这个股市现场里面 我跟大家讲的 那个里面的一些重点 我们今天主要呢 我想从里面延伸出来是什么 成熟制成现在怎么样 出现这种比较高性价比 这不是我所讲的 等一下大家会知道 这个是我们现在股王的老板 陈伟董事长所讲的 系列 然后你可以看到 但最近很多人在想说 是不是半导体的一些缺货 已经到了尽头等等的 因为有一家公司叫什么 德宜 他是全球的类比IC龙头 车用晶片的大厂 他因为本季所释出的展望 是略微的保守 不是很保守 只是有点保守 比反而预期呢 就稍微那么保守一点 所以当天一释出展望之后 我没有记错 当天是跌4% 5% 而且也使得台湾这些 MCU的一些公司啊 哇这跌的乱七八糟的 那事实上你说他很保守吗 如果很保守 请问大家为什么他6月30日 要花9亿美元 去美光买下他 犹他州的一个12寸厂 而且这个12寸厂 不是要做2奈米3奈米 因为他也没那么厉害 对不对 他做什么 他做65跟45奈米 成熟制程度分 联电还40跟28 他65跟45奈米 对不对 生产类比式啊 不知道什么 砍入式的产品 那当时必要时 再跨入更先进的制程 没有人跟你讲说 我要去买EUV的机台 然后来做到多好 没有 他要告诉你 我要跟你拼成熟制程的产品 因为这都成熟了嘛 对不对 再来看下一页 我们提到 对不对 这是过去啊 过去得宜的营收啊 有四成来自中国 结果这四成的营收 不是说我在中国设厂 他这四成营收里面 八成是自制的 所以中国几乎站不到边 反过来变怎么样 变中国半导体业的假想底吧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在下一页 事实上我们刚提到的 股王 这时候真的是纯中国人啊 这不是台湾人 而且这公司也是纯中国公司 他叫陈伟 他说什么 他告诉你 他做的也是 电源关系来信 他做的跟其实得宜差不多 所以他说号称中国得宜 他说啊 摩尔定律已经非常不经济 先进制程带来的是什么 天文数字的成本增加 越往前推进回报越少 是不是跟最近我们看到 大摩所说的有点类似了呢 对不对 台积电毛利率从百分之五十几 变成掉到五十 目前哦 券商预期平均未来两年是百分之五十三 如果被这个大摩啊 张家宏讲对了 未来两年都低于五十 那我说真的 他可能就变成头号分析师了 就变成这个样子吧 对不对 那你可以看到 对不对 他说类比艾西是相反的 这陈伟说的哦 他说不追求某种定律 追求是什么 高CP值嘛 对不对 低失真 低耗电 高可靠性 那主要呢 系列也很多的合作的一个 你看说这跟台湾都没关系啊 他跟谁 他是跟何建跟华宏 这跟台湾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他也获得了充足产能 你也不用担心他没有产能的问题 对不对 那也包括我们来看下一页 事实上呢 甚至于所谓的高CP值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我们在股市现场所提到的 这是英特尔的 他里面的图啊 2020年就提出来的 从系统单晶片到所谓的一个 多晶片 个别的细致材 对不对 那有什么样的结果 他说啊 过去在做系统单晶片的时候 你可以知道 每个细致程会有超过100个以上的bug 而且呢 你光导入发展时间三到四年 那现在的状况 现在大家比较介于这两个中间 那你看到之前呢 把GPU CPU跟所谓的IO 全部混在一起之后呢 他只要两到三年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最近 有看到这小晶片 里面有看到这个AMD 他把7nm跟14nm混在一起 弄成一个晶片 时间就变少 因为他可能14nm的部分 早就做好了 只是呢 现在把它加进去用 但现在呢 最新的是这个所谓的小晶片 你看变这么小 那说怎么样 这叫一年就做完了 那我请问大家 你还要去那边跟他拼 三到四年 还是要拼一年 当然是拼一年嘛 因为现在电子产品那么稍纵即逝 当然是拼一年的啊 所以以这种进程来讲 从系统单晶片到变成什么 变成什么小晶片的一个情况 我想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差别 再来看下一页 事实上也包括了 这个我们看到联电所公告的财报 真的很漂亮耶 对不对 上季31.3 本季预估啊 34到36 中间值35嘛 对不对 晶圆单价增6% 全年ASP啊 晶圆单价要增到 10%到13% 那EPS 0.96 都算是在 法人圈里面高标 甚至比法人预期还要高 那我看下一页 事实上也包括他有提到 新厂建制要两年耶 南科的P6厂 未来是28nm为主 那2020到2025年啊 晶圆代工受惠到什么 他说5G啊 HPC啊 EV啊 IOT 快速成长 所以他说 你看他不是跟你讲明年 他直接跟你讲说 未来还都很好耶 对不对 那还看到 其实大摩靠联电这部分 你看到其实 大家有提到啊 说真的 包括驱动IC 今年下降循环 但跟联电毛利率无关哦 持续走升 他讲对了嘛 对不对 电子时报提到 40跟28nm持续涨价 联电也对客户涨价 那我们刚刚提到了 今天大家就想说 为什么联电可以买 为什么台积电不能买 因为台积电没有办法 对客户涨价 应该是也有涨 可是涨了没有那么多 因为他面对的是苹果 而且又是少数 而且他毛利率50%嘛 对不对 这毛利率50% 你要跟人家涨什么涨呢 那我们看到 其实这个大摩提到什么 他说联电啊 今年的本益比13.5倍 殖利率5.6% 对不对 防御性优于台积电的什么 殖利率2.6% 这也是一个选股逻辑 因为毕竟台积电 现在股价 现在股价不是200 那下一页事实上也包括什么 包括这个最新的 这个最夸张的报告 102.8 三位数的第一次 他大概不知道这个 超过100元以上 是一块一块钱交易的啦 点八 不过他们是用 他们的模型算出来的 那他说什么 他说未来啊 5G跟HPC的相关应用 有70%都是用什么 成熟制程 用不到那么先进制程的 所以只有30%是先进制程 那给台积电做好 可是有7成的东西 是要给成熟制程做的 我们台湾这么多的 成熟制程的公司啊 说真的 不是只有联电分得到根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 利基电啊 华邦电啊 旺宏可能都有机会哦 那他说怎么样 我们刚刚提到的 对不对 刚刚提这个 股价净值比才2倍而已 我们刚刚讲到台积电有6倍 世界先进有5倍 华宏半导体啊 这个比较 这个陆支的晶圆场 还有2.7倍 也就因为这样他去评估到说 哎这联电 他认为目标要值到102.8元 看起来在本周 应该说在上一周啊 这股价当中引起了蛮大的一个效果 好我们先请冠青回座 刚才讲到 现在台积电的确 它的先进制程 是全世界数一数二 很多人都要花好几年的时间 才有办法赶上它 但是台积电现在的投资价值 为什么感觉在股价当中的反应 比其他的成熟制程 还要来得慢呢 因为一方面 需要先进制程的客户 不是这么多 现阶段只有苹果 再加上他花了很多的钱 很多的资本支出 来投资 那当然这对于成本的提升来讲 都会影响到获利 都会影响到毛利率 所以大家现在在看了 我与其来看 花这么多钱 来投资先进制程的台积电 还不如来看 现在成熟制程 已经不用花太多的钱 来进行投资了 那这些成熟制程 现阶段在整个 接单的产能来讲 其实也非常的厉害 那是不是在整个投资的价值当中 可能就会比台积电来得大 所以我们看到了联电在过去这一周 引领电子股上工 那到底后续的投资力道 刚才呢 这个冠青也做了一些说明 那当然我们看到了 在产业当中的焦点 电子股当中 大家都在看下半年的旺季 下半年旺季当中 其中一个非常重点的指标 就是苹果概念股 iPhone每年都是在9月发表新机 那今年呢 有没有办法带起换机潮 带动苹概股的股价呢 汉伟帮我们做个预告 我觉得看起来还是有的啦 今年整个苹果手机销售 我觉得看起来还是比较乐观一点 只是说整个第三季 会不会因为库克的一个市井 反而股价有拉回 但是我们待会要观察重点 好 到底苹概股 为什么最近好像感觉 稍微比较温吞一点点 我们上个节目回来 再来追着哦